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医院的那个房间的门被推开了 孟城道长面色苍白地从里边走了出来 他嘴角带着一丝血迹 双眼布满了血丝 可以看出来 为了探寻天机 找到那个可以救活云海轻柔的人 孟城道长的确承受了难以想象的伤害 云万里和吴英春两个人第一时间走到他面前 云万里抬手就扶住了孟城道长 道长 你 这个丫头运气不错 她的贵人就在惊世 孟城道长则微微一笑 她的话让云万里无比激动 连带着吴英春都显得意外和欣喜 但是接着孟城道长脸色重新变得凝重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能确定他是柳川人 单姓一个李字 孟城道长的话 让云万里和吴英春都是一愣 云万里是非常失望 吴英春却蒙了 因为他心里关于云海轻柔这场病 一直有个没说出口的人选来医治啊 这人刚好柳川人 同样单姓一个李字 云万里一秒都不想耽搁了 转身交走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在京师找到他 下一刻 吴英春却朝着孟城道长问了个问题 道长 您说的这位贵人 是不是只有十八岁啊 他的这句话 让孟城道长跟云万里都有些意外 孟城道长没出声 看了吴英春一眼之后 掐指一算 跟着眼中出现一丝惊讶 你是如何知晓啊 要知道他之前可是费了好大力气 才看破天机 寻到那位贵人的一丝命力 现在吴英春随口点破 实在是匪夷所思 孟城道长这句话 云万里立刻明白 吴英春说的应该没错 这回他更加惊喜啊 明显吴英春应该知道些什么 这样就可比在京师大海捞针简单多了 哪怕只是知道十八岁这一点 可再次缩小范围 整个京师所有来自柳川的 并且十八岁的理性少年 至于说吴英春 这下完全肯定自己的猜测 眼珠露出了一丝阴差阳错的苦笑 如果早知道费了这么大周折 要找的人是李高楼 他之前直接说出来就好了 于是他看向了云万里 云先生 孟城道长所说的这个人应该叫李高楼 他来自柳川 刚好十八岁 之前苏城虎的孙女就是他治好的 先天不足啊 先天不足都给他治好了 一口气 吴英春将自己知道的 河盘拖出 对面的云万里蒙了 他脑子里边嗡的一下 李高楼 李高楼这名字他知道啊 就这几天云朵兴师 动众就是为了要杀了李高楼啊 也是在这一刻 云万里内心生出无法形容的惶恐 他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云海清柔在昏迷之前 说出李高楼这个名字 毫无疑问 他是想要告诉其他人 李高楼可以救他 而不是李高楼杀了他呀 这一刻 云万里彻底慌了 哪怕他半辈子经历了那么多 哪怕他是京士的老大哥 但是现在也有种难以形容的恐慌 他甚至来不及多说什么 直接拨通了云朵的电话 然而无人接听 一边继续打电话 云万里转身就走 甚至一路小跑起来了 但是云朵的电话依旧无人接听 孟城道长跟吴英春两个人 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能跟上去 三个人就这样朝着度假去赶去 一边看着车子急迟 云万里的冷汗从额头上 就不停的往外渗呐 只希望现在一切还都来得及呀 咱再说这度假区 随着云野的出现 全场有了片刻的沉寂 只有二毒一帮人杂乱的脚步声 涌向这边 云朵的双眼睁带着惊骇和怨度 他完全没注意到远处桌子上的手机 云朵朝前一步 你们是什么人 知不知道这是京士 知不知道云家 今天的事本来就是他顶在前边一手安培的 现在发生了这种错不及防的事 他却是也没有任何的畏惧 因为他身后站着的是云家 站着的是云万里 而且他更有着一个绝对正当的理由 自己为了自己女儿报仇天经地义 结果他这话刚说完 二毒直接把手里的开山刀举起来 就要往前冲 你个傻逼娘们 什么狗逼云家 老子现在就废了你 这家伙骨子里就俩字疯狂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畏惧 此刻看到李高楼浑身是邪 他觉着自己脑子也冲了些了 对二毒来说 从柳川一直到现在 李高楼就是他亲兄弟 这世界上谁敢害自己兄弟 自己就敢跟他拨命 二毒这一动 顿时云家跟苏家两伙人也 嘿呀呀挡在前边 反而形成对峙的局面了 大概全场最为镇定的人呢 也就是王爷了 他没理会任何一个人 只是回头把李高楼从地上扶起来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 李高楼则是一边咳着血一边笑 叶哥啊 你回来了 李高楼很开心 甚至很激动 这种激动很久没有过了 从当初有阴信的离开柳川 再到几个月之后的今天 李高楼一直惦记着王爷的消息 从当初生死部上 第一次结下因果的时候 两人之间的兄弟情永远不会斩断 尤其是经历过之后一系列的事情 对于李高楼来说 王爷就是自己的兄长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风浪 他都会挡在自己面前 就好像此时此刻一样 王爷轻轻拍了拍李高楼的肩膀 放心吧 没事了 不错 站高了好像 他也开心 自己这小兄弟的成长 让他非常欣慰 也就在这时 李高楼突然看到 王爷脖子处的那道伤口 足足六七寸长 哪怕此刻已经愈合 也是说不出的证明 毫无疑问 这道伤口绝对给王爷 造成了最致命的伤害 也足以说明 他失踪的这段时间 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危险和艰难 突然一个阴冷的声音响起 你到底是谁呀 所有人看向了那个云朵身边的老头 他那双眼睛死死盯着王爷 王爷此时也望向这老头 不过他的神色非常平静 你是鬼流吧 王爷似乎知道这老头的身份 他这句话却让老头脸色一变 甚至包括苏家的那名金卫 和之前挡住了金卫的白大爷 都无比惊骇 鬼流 没人想到这个面目正拧的美洲老头 居然会是传说中的鬼流 全世界拥兵界 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精英 无数年以来 才有了十大兵王之说 这十个人呢 实力都达到匪夷所思了 甚至一个人的力量 足以对抗一支小型军队 而鬼流正是十大兵王之一 谁能想到 他会在这儿出现呢 他会在这儿出现呢